八旬父亲瞒着儿子再婚,儿子被气中风瘫痪在床,父亲直言这婚事结定了,谁也拦不住。 要是儿子继续阻止,那么就断绝父子关系,再将儿子起诉到法院。 那么,这位父亲到底是为什么,为了再婚,全然不顾父子之情。 王鹏告诉调解员,自己已经50多岁了,自己都已经有孙子了。 而自己那八旬的父亲,竟然瞒着大家要再婚,这令他无法接受。 而自己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,父亲便留恋于广场舞,在这里结识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。 再后来,父亲竟然用半老年卡的名义,从家里骗走了户口本,和这位60多岁的老太领正结婚了。 父亲在做这件事的时候,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,直到后来自己才发现端倪。 王鹏说,自己的母亲苦了一辈子,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好,都是母亲在照顾自己, 而父亲这么做,就是对不起自己的母亲。 后来在自己和妻子的反对下,半年后,父亲和那位60多岁的老太离了婚。 虽然两人离婚了,但是这个家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深了。 调解员随后见到了王鹏的父亲王滨城,老人表示,自己这些年都是和儿子住在一起。 而前段时间,家里的老房子被征收了,所以他们都搬出来租房子住。 虽然父子俩是在一套房子里,但两人却没有往来,说起自己的儿子,老人就十分生气。 老人将起诉书拿给调解员看,说自己的儿子干涉自己的婚姻,还想要霸占自己的征收款。 老人的话,让调解员感到纳闷,难道父子之间还发生了别的事情吗? 老人说,自己在去年和跳广场舞认识的何秀结婚了,两人结婚才一个月,家里的老房子被被征收了。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,自己不堪儿子和儿媳的叨扰,便和何秀离婚了。 对于儿子干涉自己的婚姻,老人心中一直有芥蒂,他表示,不管什么时候,儿子都没有权利干涉父亲的婚姻。 第30条,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,不得干涉父母再婚及婚后的生活。 子女对父母亲的赡养义务不能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宗旨。 你果然是查了的。 不是因婚姻的干涉,谁也干涉不了,就这么一句话。 而为何老人的儿子要阻止老人再婚呢? 老人说,儿子肯定是担心家产被人分走,除此之外,也没有别的理由了。 老人说,自己当初确实是和何秀悄悄领证结婚的,但是后来被儿子发现了。 儿子儿媳表示反对,并要求自己离婚,如果没离婚,自己就进不了家门,无奈自己只能妥协。 虽然自己和何秀离婚了,但是两人平时都是在一起的。 为此,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,白天两人在一起生活,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各回各家。 现在自己的诉求很简单,就是儿子拿出20万给自己。 作为养老金,而自己则和何秀复婚,现在自己不会再退让半步了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,儿子依旧反对父亲复婚,直言父亲要是复婚,自己就和他断绝父子关系。 看着儿子还是反对,老人十分生气,却又无可奈何。 王鹏的妻子告诉调解员,当初王鹏和父亲就因为结婚的事情,父子俩大吵一架,而王鹏一气之下血压飙升,导致中风。 现在王鹏说话也不利索,并且还有一条腿也是麻木的。 王鹏的妻子说,自己和丈夫结婚36年了,而丈夫中风卧倒在床后,自己只能出去做清洁工来维持家里的生计。 而公公也知道儿子被气中风却没有任何的收敛,反而现在还说要复婚,导致王鹏现在的病情更加复杂。 而习说公公想要复婚,就是为了争夺征收款,自己和丈夫这些年也自问对得起老人。 老人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,哪怕是现在是征收期间,他们在外租房子也是特意找的大房子,给老人单独安排了一间大房子。 而现在只要老人不提复婚的事情,夫妻俩还是愿意给老人养老。 但是老人却表示,自己不想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,他们住在一起,自己感到十分压抑,现在自己决定搬出去了,并和何秀复婚,希望儿子能将二十万的征收款给自己,自己只有和何秀在一起,才能觉得是轻松的。 但是对于老人的这个要求,儿子儿媳却表示,却表示反对,因为老人是有退休工资的,每个月接近两千元的退休工资还不够用,他要拿来干嘛呢? 然而老人却表示,现在和儿子儿媳已经闹掰了,今天这二十万养老金是必须给的。 父子俩就这样在医院里吵了起来,眼看矛盾越来越激化,而父子俩也从最开始的正常争吵,变成了互相诋毁谩骂。 无奈之下,调解员只能将父子俩分开,在走廊上,老人对调解员诉苦。 老人说,自己的身体现在比较健康,但是老伴过世后,自己感到十分孤独,现在自己只想找一个能和自己说话的人,两人一起聊聊天,散散步,而自己和新老伴也可以互相照顾, 这样就不用麻烦儿子儿媳给自己养老了,但是自己这个小小的愿望却得不到满足。 于是,调解员将老人的话转达给了儿子儿媳,但是儿子儿媳却依旧不同意老人复婚。 儿媳告诉调解员,自己此前照顾了婆婆十八年,现在照顾公公自己也愿意,因为这本就是作为儿媳的义务,但是现在公公又要复婚,等于是后面给自己增加负担,自己又要多照顾一个人,自己感到很累。 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,还要照顾中风的丈夫,所以自己是真的有心无力。 因为这个问题,老人和儿子儿媳又吵了起来。 严见双方的争吵,一发不可收拾,而王鹏因为中风还在住院,调解员将老人先劝走。 王鹏表示自己有话要对调解员说,在说到父亲的时候,王鹏的情绪十分激动。 王鹏说父亲瞒着大家,就悄悄办理了结婚登记,而在两人婚后便搬出去住了。 本是亲密无间的父子俩,现在却因为这个问题闹得不可考教。 王鹏的妻子方秦也告诉调解员,五十多年的父子之情,却因为这个问题闹得父子反目成仇。 王鹏的心里一直觉得,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,本是安享晚年的时候,如今却还要结婚。 传出去别人也会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,而为了复婚,现在甚至和自己对簿公堂,自己一家在亲戚邻居中已经成了一个笑话。 而父亲要分征收款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被征收的房子是自己当初买的,这些钱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。 而当年父亲仅仅是出了两万的装修款。 而自己当初也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,提前办理了退休,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补贴,这些钱还不够家里的开支。 于是妻子只能出去打零工挣钱。 而父亲每月有近两千元的退休工资,但是却从未给家里作为生活开支。 但是自己和妻子都没说什么,一直在赡养着父母,现在父亲要复婚,自己是不会同意的。 第二天下午,调解员见到了打扮时髦的何秀老人,可以看得出,他和王滨城老人的关系十分好。 何秀说自己有一个儿子,对于自己找新的老伴,儿子没有反对,并说希望自己幸福。 反观王滨城的儿子王鹏,却极力反对他们俩在一起。 何秀说自己当初和王滨城领证的时候,王滨城家里还没有征收的消息,自己只是觉得王滨城是个适合聊天的朋友,自己如果一开始是看中他家的征收款,那根本就不会和他结婚。 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年,现在只是找个晚年的伴侣。 而在王滨夫妻俩眼中,何秀的所作所为就是奔着征收款来的。 王滨的经济条件比较拮据,所以把征收款看得很重。 而村主任也表示,王滨的房子是140平,每平方的补贴是6000元,这笔征收款其实并不多,并且这笔钱也已经下发了,王滨常年卧病在床,又要重新买房子,这笔钱的使用还必须精打细算。 王滨说自己绝对不会拿出这20出来,要是父亲执意要,那就让他去起诉好了。 对于父子俩之间的矛盾,村委会表示,此前已经调解了很多次了,双方是互不相让。 王滨的妻子方秦表示,征收款看起来是90万,其实细算起来并不多,他们还要买新房子,房子就要50多万,并且买了还需要装修,而丈夫长期需要人照顾,并且还要定期去医院检查,这都是花钱的地方。 而父亲却开口要拿走20万,这会让整个家庭再次变得困难。 村委会干部也表示,希望父子俩能够退一步,老年人虽然有再婚的权利,其他人无权干涉。 而子女也有赡养的义务。 但是老人现在要再婚,还要拿走20万,其实矛盾的根源就是老人要分走这20万,对此,村委会提出新的调解方案,90万的征收款,除了买房和装修之外,剩下的钱存起来作为不时之需。 因为王鹏需要定期去检查,而老父亲后面也还要儿子儿媳照顾,这些都是需要用钱的地方。 双方可以签订协议,老人如果要复婚,那么就和妻子共同生活,如果不复婚的话,可以继续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。 双方在思考很久之后,同意了这个方案,看着父子俩的误会消除,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。 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,都有婚姻的权利和自由,而子女要学会包容和祝福,老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,还要注意儿子的意见和态度。 只有双方好好协商,这个家才能幸福。 关于这个故事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留言讨论。